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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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天天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一个河北人 真的 我有河北户口 这还没有到笑点 我来自于河北一个小地方 很多人觉得来自小地方的人 没有什么见识 我不一样 我没有什么素质 素质教育的素质 这老家经济条件不好 就我们那里上一次 被称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教育也不行 就人家把小孩 送到隔壁河南的私立学校 说外教很好 开学的时候小孩说 爸 我走了 别送了 别送了 六个月后 爸 他回来了 就没有什么出路 我爸比较有想法 从我五岁开始 就教我那个行业生存的必备技能 点烟倒酒 就像别人家从小培养的奥数特长生 就如果清华大学有调酒专业 我一定能录取 我特长 六岁倒啤酒 不起磨 就人小孩从小研究奥数 上面八个头 下面十八个腿 鸡多少吐多少 我研究的时候 上家碰三万 下家干酒饼 是赢两万还是八饼 初中呢 我爸就找了找关系啊 让我当上了课代表 哎呦 就我爸啊 巴不得我一生下来 特别会来事 特别会说话 一生下来一张嘴啊 我再简单地补充两句 当然我进步还是比较快的 高中我就住校了 高考完庆功宴啊 我爸教育我 到了大学就是办个社会 要靠你自己跟老师搞关系了 今天就教你人生第一课 喝酒 当时啊 为了准备高考 我刚戒酒两个月 我就不能说我酒量还可以 是吧 那次啊我就喝了一点 我就哎呀 哎呀哎呀 微醺 我爸说就你这个酒量啊 以后出去喝酒 就不要说我是你爸爸 我心想我喝酒这么多年 头一次啊 那就没喝到位 还多了个兄弟 当然高考成绩出来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顺利地考上了 我们当地最好的 复读班 大学毕业啊 一边考公务员 一边找工作 就拿到一个 P2P公司做销售的机会 怕被骗嘛 请教一位博士学姐 很嫌弃 说 那个行业啊 就是陪客户打麻将喝酒 喝多了男女搂着跳舞 很乱的 年轻人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第二天我就去报道了 还有这么对口的工作 但是现在呢 我也没有当公务员啊 就初中 当上课代表 是我距离权力中心 最近的一次 但我爸对我的教育 我也理解啊 我爸步入社会也早 四岁的时候 我爷爷就教他点烟倒酒 但每次啊 在公司楼下 看到有人准备抽烟啊 我都想冲上去啊 就我这个人抽烟不上瘾 我给人点烟上瘾 就那一刻啊 就列祖列宗的灵魂 在我体内醒了 我特别想让他感受一下 我这个祖传三代的点烟技术 他们那个姿势啊 都不对你知道吗 那打火机啊 出到领导脸前点 把人眉毛都烧了 你得这样 你得先点着 用手挡着风 慢慢地送上小火苗 还有你虚假的笑容 就像这样 周五岁就会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晚上好 我是蛋全 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 上一次有这么多不认识的人 花钱来看我在台上讲话 还是一五年四一月 我结婚的时候 我是一个餐饮行业工作者 我之前做过寿司店 做过快餐店 做了好多年 因为开第一家店的时候 生意还不错 就整个人就有点兴奋 甚至有点膨胀 陆区开了好多家 幻想着自己即将走上人生巅峰 坐连锁 放家萌 割韭菜 我再也不是蛋卷 大家都叫我蛋总 其实教主很早就来成都 开过专场 很厉害 但是还不是要我先讲了 他才讲 去年来北京比赛 其实是我第一次来北京 但是一路上 还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就是整个人就有一点兴奋 甚至有一点膨胀 就幻想自己即将走上人生巅峰 上中意 接广告 割韭菜 结果被淘汰 就这几年事业低谷嘛 然后虽然也挣不到什么钱 但是我老婆跟我的感情 一直都非常好 一直也不离不弃 就因为我的乐观 我岳父得了抑郁症 因为之前 吐槽了很多事情嘛 有一家媒体联系我 说要给我做一个专题报道 讲述我的创业故事 由于虚荣心作祟 我答应了 没想到报纸发现以后 标题缩达几个字 成都餐饮界悲剧代表 转型脱口秀演员 就 这完全不是讲述我的创业故事 其实更像是创业失败 惨遭曝光 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特别大 因为我 真正在做黑外卖的时候 都没有被媒体曝光过 而且我不仅有虚荣心 还有自尊心 我特别怕 别人在背后说我 连黑外卖都做不好 这整件事情 唯一让我比较欣慰的一点就是 媒体的影响力 往往没有他们自己 吹嘘得那么大 当然这里没有讽刺 今天这个比赛不行的意思 就 这个报导最后 理论上讲 应该是很多人 看到我的报导以后 关注我 然后来看我的演出 实际上要靠我自己 在每个演出都讲 我上过报纸 我都有一点想不明白 到底是他报导了我 还是我报导了他报导的我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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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